主席王院长 各位同仁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 越南暴动到今天为止 估计造成我们台商的损失金额 大概在1.5亿到5亿美元之间 统计到了5月25日为止 有358家台商 它工厂遭到入侵损失 其中有21家的台商遭到重火 损失相当的严重 行政院因应越南暴动事件应变小组 也举行过很多次的会议 和经济部共同处理 协助善后的赔偿事宜 越南总理在5月21日 本人还在越南的时候 他提出了一个所谓207的一个声明 公告了三个补偿方案 对此三个方案 目前他也只能用 减税的方式来做补偿 本席认为这样子的补偿方式 还是不够的 所以在这边要呼吁 我们政府应该要坚持保护台商 强烈表达我方的立场 要求越南政府一定要拿出最大的诚意 对台商要提出道歉 对事后的补偿 必须有最大的诚意和歉意 确保台商未来的安全 以及恢复台商继续在越南的投资 本席也要呼吁政府单位 应该关心在其他国家打拼的海外侨胞 他们很努力的在海外打拼 非常的辛苦 却不定时的要受到当地政府的动荡 和不平等的对待 非常的辛苦 希望政府能够多多的关心 海外的台商在全世界打拼的时候 有一份更安定的力量 北捷的杀人事件 我们深感痛心 也谴责这种暴力行为 并向受害者家属 致上最哀悼 最深层的哀悼之意 本席在这边也要呼吁 犯罪者本能需负法律责任 但请不要无限上纲 去谴责犯罪者的家属 甚至他的亲戚 在犯罪嫌疑人都还没有 接受审判的情况之下 社会大众却先对他的家人 或他的亲属做出批判 这是不公平的 去谴责无辜的人 并不是社会正义 本席在这边要支持朱立伦市长 他所提的建议 应该在一些特定的场所 用守护天使的形态 以政府的公权力 加上民间志工的力量 来保护全民的安全 谢谢 请立委员同志